搞來搞去 打打打打去 這個演習在演習去 我們也注意我們自己的軍備發展 潛艦一直是我們很關切的話題 因為潛艦難度是蠻高的 那美國現在不做財務潛艦 做的都是這個核子潛艦 那所以我們要美國協助也有點困難 那但是說美國有這個暗中協助 跟第三國等等採購 那三月的時候紅須的 就是那種比較比較秘密的 這個跟戰爭戰鬥有關的武器 都已經沒問題了 但結果傳出來說 對土耳其採購魚雷誘標 變成一個弊案可能 那海軍說沒有弊案 他反正違約 我們就不付他錢就是了 已經給他錢再收回來 那這會不會影響到你潛艦的 這個完工的時間 而且為什麼呢 而且會不解說 印象你那個土耳其 並不是多麼高科技的國家 好像覺得工業沒台灣好 還跟土耳其去買 還被騙 還沒買到兩百萬美金 到底怎麼回事 那另外海軍還有一個烏龍的公告 也很 也不知道這不是烏龍 這很 被人家講是烏龍 說他二代二級艦招標啟照呢 然後就撤銷了 已經公告了 公告標案喔 說是二代二級艦 然後四到六艘拿掉了 那到底怎麼回事 說現在只是初步的想法 還要經過國防部同意 政府給預算 還有很長一段路 不是馬上就可以照 那你去公告什麼 你去公告 這是公告耶 這不是開玩笑 政府電子採購網的公告 公告在這裡 這邊公告撤銷 這邊寫一個撤銷 這也很奇怪 就是 叫大家有信心 否則他覺得說這麼大金額的 幾百億幾千億這樣的預算 你們到底怎麼用的 還不能問 問就是你什麼意思 你不要 國軍不要抗中 不要抗中 不要跟老共對抗 你不愛臺灣 還不能問 但是這些事情都很奇怪 那像土耳其買這個魚雷 誘標也可能說是變成打水漂 有可能 等等等等 然後這個潛艦國照 延宕超過半年 也報了B案 秋國正昨天有承認 說是卡關了 很艱鉅 但是遭遇到無所不用其極的阻撓 別人一直在阻撓我們 那到底是怎樣 到底我們克服了沒有 國軍會面對 不是面對 要克服 面對什麼都會 克服 那能不能如期完成這個艦隊 我們特別調傳 三月十六號就說了 最後一項紅區裝備 平準了 那就沒問題了 什麼紅區呢 潛望境 魚雷管 聲納 戰鬥系統 柴油阻機 主要就是這樣 柴油阻機沒有 你還 根本動力都沒有了 汽車沒有引擎跑什麼東西 這些人家都準了 所以那個時候說呢 因為紅區裝備到手 所以二零二四下水沒問題了 絕對沒問題了 等等等等 那現在國軍說法又不同調了 那到底二零二四能不能下潦水呢 他們說可以 所以因為已經有官兵投入接鑑訓練了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